妈妈一定要学会的七种排骨做法 最后一种好吃到剁饺 第一道红烧排骨 很多人过年,捡到排骨 只知道炖汤和糖醋,孩子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剁好的排骨 撒少许食盐,用清水泡半个小时 你看这些血水,都是心骚味的来源 裹装凉水,下入猪饺 加葱结浆片料酒灼两分钟 切记,千万要用热水去清洗 用凉水,会使肉质变柴 酒炖不烂还塞牙 油热倒入18粒冰糖 炒至枣红色,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 很多人喜欢安静看视频 然后,默默点个小红心 支持鼓励,是最可爱 最有爱心的人,会发大财 不像某些人,天天来看 从来不点赞,太没爱心了 炒完后,放姜片,八角香叶干辣椒 生抽蚝油 倒入一罐去年正月喝剩的啤酒 没过食材,101度的开水 扣盖,炖40分钟 最后,放点安全蛋,少许盐 大火收浓汤汁 撒上蒜苗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软烂入味 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第二道糖醋排骨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排骨新吃法 不用油炸,不用口做法简单 看一眼就能学会 花八块 摆了一斤排骨 真的太贵了 不知道你们那多少钱 剁好后,记得不要灼水 只需要加一勺盐和面粉 反腹抓洗 这样不仅能去腥 还能保留排骨的营养成分 不容易流失 打一个公鸡蛋 搅拌均匀备用 不知不觉 我发了700多个作品 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前几个视频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 拜托您了 锅中油热 把排骨直接下锅煸炒 这才是排骨咬不动的关键 炒至金黄后 加38粒冰糖 这样肉香味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再放葱姜,八角 一大碗热水调味 放盐胡椒粉 生抽老抽陈醋 盖盖小火焖40分钟 出锅再淋上一大勺陈醋 用大火收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酸甜适中 孩子们一口一个 好吃到舔手指 学会了记得点赞收藏 做起来 第三道酱香排骨 我告诉你啊 以后排骨买回来 你就学我 做成这道家常版的做法 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 排骨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开小火慢煮 重新放入锅中 加葱姜 香叶八角 干辣椒调味 加生抽老抽 蚝油甜面酱 盐鸡精冰糖 加入清水 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 小火炖60分钟 炖到满屋都能闻到香味 然后大火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 真的太香了 喜欢您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第四道辅竹蒸排骨 以后排骨买回来 就是试试这个 广东人最爱吃的辅竹蒸排骨 做法简单又美味 碗里放蒜末 姜末 葱花 淋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少许盐 和白糖生抽蚝油 搅拌均匀 淋在排骨上 放点香菇 再来一勺淀粉 用手抓匀腌制10分钟 盘底铺上腐竹 摆上排骨 水开后 大火蒸15分钟 鲜嫩入味 全家人都爱吃 第五道玉米排骨汤 冬天天气干燥 聪明的妈妈 一定要多给孩子 喝这个玉米排骨汤 汤鲜味美 滋润又好喝 不好的排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大火煮开 贴去浮沫 捞出 用圆汤清洗 干净这个圆汤 可是精华 别偷偷倒掉咯 砂锅中 倒入啄过水的排骨 玉米胡萝卜 一次性加满刚刚煮排骨的圆汤 放五六个红枣 扣盖小火炖30分钟 然后倒入白萝卜 再炖10分钟 调味只需加一勺盐鸡精 撒上葱花枸杞即可 这样做的排骨玉米汤 味道鲜美 好喝又营养 一上桌 就被我五个孩子喝光了 也赶紧试试吧啊 第六道生炒排骨 以后排骨买回来 也只会红烧 或者冬汤了 试试这个生炒排骨 香辣入味 好吃到 挺熟 锅里油热放姜片 再放入 做好的排骨 小火给它翻炒到表面为焦 这样吃起来柴虾 调味加生抽老抽蚝油 盐胡椒粉 一勺辣椒面 给它翻炒出香味后 倒入半罐丰盛的啤酒 盖上盖子 煮10分钟 再放入姜 蒜 小米辣 继续翻炒后 放一把蒜苗片 炒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生炒排骨 你上桌都抢着吃 第七道糯米蒸排骨 这才是糯米蒸排骨的家常做法 不心不柴 咸香软糯 全家人抢着吃 18块一斤的排骨 加葱姜 盐 胡椒粉 生抽老抽蚝油料酒 抓匀腌制入味 提前一碗泡发好的糯米 里干水抽蚝油 搅拌均匀 把排骨均匀 裹上糯米 和玉米一起放入蒸笼 扣盖蒸30分钟 学会的记得收藏做起来 非常感谢